來關心凱米颱風真的是來勢洶洶 預計11點半要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而有關於最新的颱風分析把時間交給蘊涵 凱米颱風來勢洶洶氣象鼠稍待一會 在11點半的時候就會正式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但別以為還離我們很遙遠 此刻這凱米颱風它的外圍環流 因為特別寬廣的關係 它已經帶來了一些間歇風雲 我們從最新的這個風場試驗你可以看到 包括衛星可以看到這水氣已經逐漸進來了 首東起抽包括宜花東等等地方 感受的風雨會是越晚越強 那麼我們透過剛剛的實雨量也可以發現在 宜蘭的東澳部分也來到了12毫米的實雨量 累積雨量在宜蘭地區也來到了 大概已經有27毫米的累積雨量了 好我們透過這凱米的影響時稱 以今天來講這張圖片更加明顯可以看到 接下來它對於我們台灣的影響會是如何 以北美基到陶竹苗等等地方來看的話 這短暫陣雨越晚會越明顯 午後的沿海風浪也會越來越大 那麼你看到宜蘭地方剛剛也提到了 現在開始它的外圍環流已經開始影響了 短暫陣雨進來 那麼晚上風雨也會漸漸增加 至於在花蓮台東地方 漸些降雨持續進來 陣風部分離島地方要留意 可能來到了10幾的陣風了 不過這台灣可以說是兩樣情 你看到南部地區反而是高溫炎熱的天氣 今天感受上還不太明顯 反而要留意因為處於被封測的關係 這降雨還是處於一個午後熱對流為主 那麼你會說各國的路徑預測現在還是分歧嗎? 目前看起來各國的路徑大致是認為 可能就是朝所謂的宜蘭地方來做登陸 不過你看到這個美國地方 它其實認為我們接下來這個開米台風 有可能會來到花蓮這個地方來做登陸 就看後方的這高壓 這高壓如果接下來往西推的話 那我們的路徑還有可能再往南修 但如果這高壓往東推的話 可能這路徑還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也許會往北修 所以說以此刻來講 凱米台風它在路徑上 還是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存在 但目前氣象鼠預估它的中心位置 有可能就會從宜蘭這個地方來做登陸 那麼籠罩的時間點最多的時刻就是落在 禮拜三陸夜一直到禮拜四清晨這段時間 所以說這影響台灣降雨的部分 今天外溫環流已經逐漸進來了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房台工作還沒做的話要儘快加速了 至於禮拜三禮拜四是颱風侵襲最明顯的時刻 尤其是西台灣要留意嚴防豪大雨 甚至山區的豪雨現在已經上修為超大豪雨了 那麼明天北部宜蘭花蓮風雨最強 那麼禮拜四的時候呢 你看到整個降雨趨勢會逐漸往南 主要是在於開明颱風它逐漸北轉的過程當中 就會帶來這南部地區雨勢也會漸漸明顯 一直到禮拜五儘管颱風逐漸遠離了 西南風進來迎風面的中南部地區 還是會感受到持續降雨 不過北部的地區降雨就會持續趨緩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電情室 再把時間還給棚內 好主播各位觀眾 記者目前所在位置就在花蓮的崇德管制戰前 那我們都知道呢 0403地震過後呢 蘇花路郎是受到了地震的影響 土石鬆動 因此呢每逢遇到大雨 就會頻頻傳出有土石流 或是落石崩落的事件 因此就是大家也特別關注 面對中台凱米的來襲霞 強大雨勢 相關單位呢 是不是也已經做好應變措施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花蓮市 還沒受到風雨的影響 因此崇德管制站 配合夏清水橋復建工程 平日人為13個時段放行 分別是早上的10點到10點20 中午的12點到下午1點 以及下午的3點到3點20 而下午5點呢 到隔天早上8點是沒有管制 而假日則是全天都沒有管制的情形 而管制路段呢 是從北端的台九線人水隧道北口 到南端的這裡 也就是崇德管制站 不過呢公路局呢會參考三個數據 機動調整封閉措施 包含10分鐘雨量達10毫米 以及雷達回波圖 還有容易攤方路段的人員呢 他們是否有回報當地有土石流 或攤方的情形發生 讓我們來聽一段稍早訪問 發布海警的話我們就會 就取消這邊的工作啊 已經發布海警了啦 是嗎 所以如果發布路警的話就會 就不會過來啊 如果下大雨 露室攤方沒有路了 叫國家快點開路回家嘛 我們可以聽到 就擔心越晚浴室會越強這些司機呢 其實也已經做好今晚可能 回不了花蓮的心理準備 另外呢公路局也在容易攤方的路段呢 去運來了空貨櫃 以及12公尺長的戰備鋼樑 以防呢有落石或是路基缺口的情形 他們可以在第一時間進行修補 就是呢做好萬全的方胎準備 要把災害發生情形降到最低 以上就是現場最新 將時間交還棚內主播 說開米颱風即將襲來 東半部雨勢變得明顯 風浪也有增強的趨勢 依然烏石港上京船及雨船業者 也緊急進行防台作業 工作人員用審索緊緊綁住遊艇 就是擔心風雨太強可能會造成碰撞 因此他們也趁著颱風來襲之前 趕緊將小型的遊艇綁緊 以免發生碰撞 因為開米颱風直撲台灣 遊艇船主都繃緊神經 加快手邊的動作 而這邊雨勢呢也是越來越明顯 路上人車也開始減少 店家幾乎都沒有營業 每個人都急忙進行防台作業 只希望可以減少開米颱風帶來的災害 以上就是目前最新情形 將時間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 好沒有錯開米颱風來勢兇兇 那各位的房台準備 都是去哪裡買你的房台物品的呢? 尤其因為超商到處都有 很多人就會選擇來到超商買 因此超商這邊也是根據每家店的狀況 來進行增加不同的備貨量 像是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這邊 整個麵包的貨架都已經擺滿了 尤其是我們看到這種家庭號的吐司 是很多人在房台期間會準備的商品 還有像是餐包也非常的熱門 另外除了這些乾糧之外 還有我們看看旁邊的這個是代裝的小吃 那尤其超商知道大家都想要買一些 這種代裝的小吃 也許可以宵夜啊 或者是說看店的時候來配 所以也推出了優惠 另外我們再帶您來看到 其實現在超商很多東西都有賣 像是這種蔬菜啊 有些人可能覺得說要去超市 或者是說菜市場才能買 不過超商也是準備了這種菜的優惠 包括有三件打折啊或是優惠架 來吸引民眾說 其實呢房台準備也可以在這邊進行 另外呢像是瓶裝水啊也很熱門 還有呢我們除了可以看到瓶裝水 一些家庭用品之外 當然說到颱風很多人就會買泡麵啊罐頭等等的 所以現在貨架上也都是補滿的狀態喔 尤其呢從今天或是明天開始 各大超商呢也是有針對泡麵來做一些優惠的活動 像是買一送一啊或者是說兩件有打折的部分 就是要讓民眾說 其實在你家樓下或是你家附近 就可以買一些罐頭或者是泡麵來做房台準備 以上是現場最新時間交換棚內 目前帶您來看在東流線呢 東港交通船這邊的最新情況可以看到呢 有不少的民眾是運補了物資準備運往小琉球 最主要是東流線呢從明天開始呢已經宣布停航兩天 也就是呢所有的狀態是處於封倒的情況 因此呢居民趕著補給一些青菜還有一些食物呢 物資呢要送往小琉球 避免這兩天呢有食物啦或者是其他東西不足的情況 整個呢大家都帶著房台的心情 因為雖然說是停止兩天但是第三天 是不是呢會恢復交通船的這個行駛 還得看當天的海象如果呢情況不好的話 可能會呢封倒到第三天的情形 那麼其實呢整個小琉球的地區呢 今天早上還是有遊客呢是搭船到這裡來準備一天遊 如果呢是有封閉航線的情況他們才會提早來回來 那麼另外在小琉球的遊客這裡可以看到 已經是發布了海警特報 但是呢還是有民眾在花瓶岩這裡的海域來游泳 海巡人員也到現場呢來吹哨來致死 將這一名遊客給叫上岸 那麼事實上待會很可能也就會發布了陸上颱風警報 也提醒所有呢在海邊遊玩的遊客呢 千萬不要小心千萬要小心避免下水來遊玩 避免發生危險 這是我們所掌握到的最新畫面